大哥 你剪肉咯 咦 这么轻 还有 咦 这个袋子好精致哦 哎哟 一片黄加绿的料子 这个黄的呢 它都有种水 绿的种水就更好了 但是它的肉非常的粗 而且它很薄 这个好好想一下 因为它很多都不能动 它太薄了 看看你觉得做啥 给研究一下 它这一面的话 好像不能动了 不能动了 对啊 它太薄了 你稍微压平一下 它估计都没东西了 所以这个要慎重 好好沟通吧 能做东西 来 东西上 很精致哦 感觉好多的样子 来看看你动一下吧 邮寄三块石头 给你帮忙看看 可以啊 几年前八千的 应该是几年前八千买的 现在基本上 复完原石了 剩下这三块石头 本人看 烈比较多 看看有没有做的意义 本人喜欢 请光阴佛 龙舌 你才辛苦 不辛苦 就看看能不能做 哦 你是从福建的 你敢从福建寄过来 难道你不知道 广东人吃福建吗 居然看肉挺细的啊 然后这些呢 它没有完全开过去 不知道是不是有毛病 要是这八千 便宜啊 能做东西的 这到时候沟通完再切 这是惠卡的 我怀疑你是不是骗我 这东西八千块钱 能买得到吗 这个惠卡的色花 也就是上面这一层 这个到时候要磨掉 才能研究做什么 研究怎么切 这个到处都有花 水短了一点点 这个可能做的话 做整件会更好一点 能做东西 这都不错啊 这三件都还可以啊 八千块钱 大哥你剪漏咯 小心你的手 里面是一个盒子 哎呀现在都比较精致啊 手镯 做白款吗 不是 它这个应该是磨到了 有肿水 一点淡淡的春 肉稍微粗一滴滴 然后呢 这边呢 稍微杂质多了一点点 也算是完美吧 现在这种桌子多少钱呢 咱从来不在视频间保达 所以你们发给我 咱从来就不说 你们说发视频 发个图片 才会帮看看多少钱 做翡翠这行呢 但凡是认真的人 都不会隔着屏幕 帮你们看东西 它完美 也有肿水 肉虽然粗了一点点 然后这里杂质多了一点点 应该是三千左右吧 当然 我说的仅仅是个参考价啊 这点应该是碰到什么铁了 可能是这一点点 看得清楚吗 这一点点啊 黑黑的 这个应该是磕碰到什么东西了 这种一泡完光的 人家黑黑的就没有了 请你们记住 我的话 但凡正经商家都不会隔着屏幕 帮你们去评估这些东西 因为光线 手机 各方面的原因 还有做翡翠的谨慎性 不是 我说这一句 但凡正经商家都不会隔着屏幕 来帮你们鉴定 我们这个视频一上去 肯定又糟糕了 又得罪一大批人了 哎呦 跟手镯记过来这一块 这小石头不错啊 可以做东西 可以做一件小精品 但做界面的话 它就种水还不够一点点啊 可以可以 看一下 看看底的 一 二 抬一下 哎呦 这个字写得好漂亮啊 摩西沙的片料 切开的达木坎 带小块 摩西沙那块片料 你看看 觉得种水还可以不 你看能不能取大件 如果不行 就取一个大一点 一个小一点 我跟媳妇一人一个 剩下的 你先看有没有做的必要 如果有 就给小姑娘做一个 我小姑娘是属老鼠的哦 如果能做老鼠了 咱就做一个属宝 你的属宝哦 大家 你的属宝 以后既然是小姑娘 也是别人的宝 安宁 很厉害的嘛 它这个猎呢 这里有一条猎从这里来 这一条猎从这里来 所以呢 理论上呢 还真的是不能一键做 因为它已经是猎传了 如果你要做成两夫妻 这样子的话 肯定是有点不行嘛 咱看 扫子的就小剑一点点 拧的就大一点点 好 可以 好的 你跟扫子的就OK了 这个黄 这个黄 还是个满黄的耶 肉稍微粗一点点 但是总够用 关键是边面上的这一圈黄雾是能用的 给小姑娘做 属宝肯定是没问题的 而且还很有特色哦 因为它这个肉呢 是黄肉 然后呢 雾呢 是黄红雾 有一色可以做 这个也可以做 像这种料子啊 它这些外面表现出来的黑 它其实就是里面的这种雾层 可以的可以的 这个也可以巧 因为它这个雾层呢 你说薄嘛 它也不是很薄 然后这里切的话 就切一下 哦 你要做属宝 你做过十个属宝都可以了 这么多 OK 你的愿望都能够实现 我又大意了不 我以为这个小 结果都开始这么